工信部昨天发布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家行动的指导意见的行动计划2015至2018年 提出到2018年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进一步深化 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其中提到智能制造培育推广行动等七大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和标准建设推广行动 智能制造培育推广行动 新型生产模式培育行动 系统解决方案能力提升行动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培育行动 网络基础设施升级行动 信息技术产业支撑能力提升行动 根据行动计划的目标 到2018年高端智能装备国产化率明显提升 建成一批重点行业智能工厂 培育200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初步实现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的示范应用 分析认为 在政策的助力下 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深化 相关互联网加领域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可关注工业互联网方面的海德控制 英维唐 安控科技 东土科技 智云股份等 二是能源互联网方面的 中恒电器 科华恒胜 基层电子 科路电子等 还有智能家居方面的达实智能 英唐制控 东软载波 小城科技等 以及智能交通方面的 微创股份 晚通科技 四维图新 华丽创通 大华股份等个股 另外 公众将从这步行动计划中受益 计划明确 到2018年 中国建成一批全光纤网络城市 四级网络全面覆盖城市和乡村 8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光纤道村 直辖市 省会主要城市 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达到30兆 4 4 5 5 4 5